青年學子們踴躍提問 與新北市長侯友宜對談城市永續願景 新北市府已舉辦三屆 未來永續學院互動式營隊活動 並頒發新北永續青年大使證書給學員 期望能帶動更多年輕人 在生活中落實友善環境行動 我們看到我們青年同學的作品 非常符合時代的一個需求 不管是在捷靈警探 不管是在淨零排放 以及我們的碳中和 甚至包括氣候變遷 我們採取的應變措施 提供給新北市一個未來的宴獎 新北市率全國之先 第一個宣布將在2050年 達到臨近碳目標 為了連結新時代想法 環保局開辦營隊 也安排一系列食物踏查活動 像是前往板橋滋收場 了解滋收物後端處理流程 感受源頭減量的必要性 以及造訪鹿角溪人工失地 永續是一個很嚴重 必須要重視的議題 那在這活動裡面 我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意見 非常謝謝我們青年朋友 能夠關心未來的永續環境 也能夠關心整個城市發展的 翻轉的面貌 讓新北市不斷的成長跟茁壯 經過課程洗禮 這些青年學員針對城市 永續發展各面向延伸討論 做出創意提案 新北市府將納入參考之外 也會提供寬廣的平台與資源 攜手年輕人實現有序願景 八達新聞通知報導